游戏 直接划搞 词曲 李宗盛 要学一下那个 好 就是我想是这样 就是因为 因为之前的那个TOK 太花体力 所以我決定做一些調整 就是 我們全部都是用那個 你問我答 就是我們30分鐘的Q&A 各位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這種形式為什麼長這樣對不對 其實第一次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CostCut是2006年 然後隔離2006當獎師 2008、2009 2010 2011 2012 你看世界末日我還在講 還在當講者 而且今年我要講的地方叫做輸入法 對不對 還記得那個題目叫什麼 辛酷因 忘記題目叫什麼 12年 回顧 像我那種題目非常的奇妙 就是 過了那麼多年 還在開發輸入法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軟體啊 我沒有打算要講說它有多好 反而是說我要揭發的是它有多爛 對啊 就是你看 我就示範一個有多爛有沒有 就是這樣輸入法 我每天用的東西都還是進步成績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想要稍微講一下這個故事 就是在大家想一下問題之前 可能第一次大家遇到這種case 就說 就說是這樣子進行的 好 因為今天梗的下午一點就不想把它用完了 好 然後那個是這樣就是說 最早的時候 不能用 最早那個酷音輸入法 如果你回去看那個sauce code的話 就是 呃 應該先看網頁不是看sauce code sauce code 好 就是這個網頁是這樣 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在做的 各位其實有一些是 這個開發這個 協助開發輸入法的一些 前輩還有朋友啊 還有一些廣大的用戶啊 自認廣大的用戶啊 對啊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說 呃這個輸入法 其實到現在 還有在開發啦 這個 講有點心虛啦 那個 8月16號有再提交修改 應該還算是開發啦 那 雖然呢 常常在網路上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辛苦運輸入法 就是 那麼久沒有更新了 欺騙我感情 我以前在幫他做很多推廣啊 耽誤了那麼多青春啊 對不對 這些開發的原因 都不長進對不對 其實還是有在開發 這真的是開發速度變慢 那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這樣東西啊 我們每天都用得到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每天 你可以在台灣啊 用不到輸入法 我覺得這個狀況比較少啦 就是 大部分都會需要輸入法 而且是每天用 但是呢 我們這些輸入法的問題是說 它每天用 但它獲得的關注 真的太奇怪了 好 對我來講 我每天用到的軟體啊 呃 以前的話就是說 可能還有 就是可能有好幾套嘛 有可能有什麼 程式編輯器啊 什麼的 那現在對我現在來講的話 不要說我現在放一年的價 我現在放一年的價 我就開始想一件事啊 就是我每天用到的軟體啊 說真的 除了那個 好 瀏覽器以外啊 就是輸入法啊 好 那瀏覽器因為太複雜 我不知道怎麼看啊 看不懂了 好 然後就是那個 我剩下的東西就是要輸入法 我就覺得我每天用得到的軟體是這個 因為有時候 我有沒有每天用到GCC啊 有沒有每天用到VIM 好 但是這個輸入法是基本上都要用到的東西啊 那 那我就想說 呃 Dawney是說它的開發 好 那最早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它其實最早的時候是 有個故事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講古時間跟大家聊一聊 那基本上就是說在1999年啊 就是 功率權跟陳康本 那這兩位都是強者啊 他就是 那個 IOI的國手嘛 然後 國際奧林匹亞的國手 然後 有一位在台大職工 功率權 那另外一位是 陳康本 那 陳康本後來到那個 Google Mountain View Google服務 那後來就比較忙碌 他在他之前的話 他他待過 像Sysco這樣的企業 然後 他們的專題大概是在1999年到2001年 然後是由那個 中研院資訊所的那個 徐戰勝博士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論文 跟一些相關的成果發表 那他最後的成果是那個 GPL授權釋出 好 然後在 2002年 應該是2001年底 就是 有一位 有一個朋友 他叫做徐千陽 那 如果大家有參加過那個 HECON HECON 所以為什麼要換衣服 因為我們要那個 那個 HECON很偉大 所以 HECON的那個 他也是HECON的那個協調人 好 那他就是 在網路上發起一個計畫 就是在做Linus的終端機 好不要懷疑就是中端機 這個 看不到 就這個 中端機啊 對不對 你就說進去 然後他就是做那個 中文的中端機 好 那中端機的名字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 JN 你看又來了對不對 你看 這個 好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怎麼修 好 好 那就是 這蠻悲情的 你看每天用軟體 都不會想改進他對不對 好 就一天到晚有到學校的老師啊 學生我說 請問一下有沒有那個 像 有時候題目啊 是有發展潛力啊 而且可以 讓很多人注意到啦 我說廢話 當然是輸入法啦 有沒有 對啊 開起來就看得到對不對 有沒有 開起來 然後你點這邊有沒有 點這邊有沒有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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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會看到你的名字 就覺得很爽 那就是說 這當然影響力是很大的 好 那就是最早 他是在2001年 你看又出現了對不對 好 實在是超不爽了對不對 好 那2001年 好 那做中環中環機 然後我大概是2001年年底 然後 2002年 然後就做那個酷音的模組 那基本上 呃 最後一次酷音 就是由這兩位 齁 就是程剛 程剛本跟功率犬的話 呃 這兩位 開發基本上就是在 他們最後一個版本 是在2001年 那所以變成說 從2002年之後 我們就 就變成說 把 嘗試把酷音移植到其他平台 然後在2003年,就是我們的西遊高前輩 他就把酷音移植到那個MacOS 然後非常酷,然後他除了這個以外還在做 就移植到另外一個架構叫IINF 這個東西跟那個支撤會工研院 完全沒有關係,不要看到III 你以為是那個什麼工研院的Martin Media Framework 不是啦,那就是一個輸入法架構 這等一下有機會再聊一聊 那基本上就是說,他就是去接手 然後在2001年的時候 第一位酷音輸入法的真正的貢獻者 應該是Gugard 那Gugard他就是去改 改那酷音,然後後來也做出一個MacOS的版本 所以就是酷音OSX的版本 然後就是陸續有一些開發者跟使用者在上面 那基本上這個平台非常有趣 以前MacOS的那個輸入法就是悲劇 如果大家有聽過那個像中博 跟劉登介紹的話都是 你有看到聽到這個悲劇非常的糟糕 就是很悲劇啊 那個整個作業系統完全不知道輸入法的存在 或者就算知道但是很多問題在裡面 那你可能為了實作輸入法 結果把那個Dynamic Link都把它改掉了 就是非常荒謬的事情發生了 好,那在2004年的時候呢 2004年的時候我就是 我個人啊 我那時候在做一個項目 結果我那時候在做一個項目是那個日文輸入法 日文 就是我不懂日文 但是我去做日文輸入法 因為老闆跟我說做完之後有給我100萬的獎金 台幣100萬獎金我就做了 然後做一做我就發現一件事啊 就是我很討厭日文 卡拉卡拉 然後那有的很討厭 然後 而且我又對某些那個語文很討厭 我想說 為什麼要學過括文 好 那後來我就覺得說 應該來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就看一下中文輸入法 那我就嚇傻了 就是 中文輸入法跟日文輸入法怎麼是天差地遠 就是 日文輸入法的完整度 因為被日本客戶追著打嘛 所以就是 日本輸入法的完整度跟中文 漢字的 就算是 對岸的中文系統都很爛 非常的可怕 那所以就是 大概2004年開始去聯絡一些人 好 比方說像 像這個輸入法的 系統的框架 比方說 這個 好 這是舒澤嘛 他之前的話 他是 2002年開始開發輸入法架構 那我就跟 開始跟像這樣的大陸朋友合作 那我們後來就弄一個 新庫印輸入法 就把那個 演算法的地方把它抽出來 那在這之後就很多開發的加入啦 比方說像那個 之前講EMX的那個坎如阿 還有這個 一票人啊 如果你有去看 可以看一下這個 裡面那個列表 就是非常多人進來 那 坎如是第一位送配曲過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才驚訝說 他好像是那個 大學才一年級吧 非常驚訝 就是送配曲 非常酷 然後 然後 再一位 像這個 他是交大的學生嘛 然後還有那個 這是 古尬嘛 反正就是一系列啊 連中博都有送過配曲啊 非常酷啊 還有像那個 小光光強者 OK 好 最後還有一票人啊 不要說你看PCMAN 然後你會看到說呢 這個 這個計畫呢 看起來就好像有點復活了 然後大概2005年的時候 大概是 這個發展的高潮 唉 還不信啊 高潮 這個就是說 很多很有趣的人啊 像是PCMAN 還有另外叫海怪 Sea Monster 他自己自稱了 就是有很多奇怪的人就加進來了 然後就是用很奇怪的方法加進來 好就是說把酷音移植到Windows啊 把酷音移植到奇異怪怪平台去啊 所以你可以在奇異怪怪平台來欣賞一下 什麼都奇怪 好 好 我們來欣賞一下 這種 對啊如果各位有興趣改網頁的話 請幫忙看一下 那 你們看這網頁看起來就很不專業對不對 呃 我們很努力在讓它變專業 這個說法就是 是這樣子的 就是在 掛在SCIN的 然後這個架構已經被丟掉了 OK 然後後來我做中 那個中換機的版本是這樣 所以你們看有點像倚天的感覺對不對 好 好 然後倚天的話這是注音嘛 就改一個字叫酷音 就不會侵權對不對 好 好 然後底下大千鍵盤排列 然後覺得還酷 然後後來那有點沒事幹 搞一個那個SCREEN 就是我想要學SCREEN怎麼用 然後就 搞一個SCREEN裡面內掛的輸入法 個人覺得還蠻酷的啊 但是沒辦法維護了 我快哭出來 就是 就是你要想像你 你什麼開發都是這樣SCREEN SCREEN SCREEN去做一大堆那個 你什麼東西要指令啊 你要一聽到的檢查 因為SCREEN會當掉 然後會哭出來 好 然後後來就是說 2005年的話 那時候很有趣就是說 像那個 森陽 上Micro System 在被OLICO接收之前 其實他們有一些需求 比方說上 Desktop System 就是說他們用 GENON X-Window 然後 剛剛講那個 TRIPLE-NF的話 這個輸入法框架 他們去弄個 輸入法架構 是要適用日文 韓文 泰文 還有 简體中文 另外一個是 那個 體中文 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要講這個字的話 有點那個政治問題 不管 說真的 這是個人立場 就是 不代表Costcap 希望不要生氣 那我個人覺得說 不管你叫正體也好 叫繁體也好 這跟釣魚台 是沒有兩樣的 繁體中文 或正體中文 它就是弱勢語言 弱勢 你看那個老外 我們那麼多老外 他其實都看得懂中文字 有一些 很多老外都看得懂中文字 像這次來的 但是呢 他看的東西是叫什麼 叫簡體中文 所以今天我們講正體 繁體都不重要 有人會說繁體是沒有文化人在講的 那請問你小時候的學的東西 是不是叫繁體 OK 好 那 重者也就是說 他開始用到一些產品 像剛剛在這裡面 這是2005年開始做的 然後接著呢 在2006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輸入法系統版本 變穩定了 那你可以看到說 像那個 SCIM 這樣的架構也出來 像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有很多輸入的模式 像這樣 就是 因為有一種型態是 on the spot 就是 on the spot 就是說 你打一個字 它會跟你去飄 那 欸 sorry 就是 看圖 那另外一種模式就是說 它是可能輸入法那個 輸入區 輸入區 我來看一下 就是輸入區本身 它可能固定的 固定在這邊 然後 那你可能打的字就是 就是 不是在這上面 才固定某個區塊去顯示的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甚至就是移植到Windows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一些 剛才講的 一些很有趣的朋友就出來了 很有趣的朋友 像那個 PCMAN 就出來了 以前真的很懷疑 他真的是 異學院學生嗎 就很懷疑 然後 再來是像那個 像那個 這個 海外 海外同學 對啊 然後 就是開始貢獻 然後把這個 改的還不錯 還加一堆很有趣的功能 2005年開始改 然後 然後甚至那個 OpenMonina 就是流燈的 開發期的計畫 那基本上它是跨平台的 所以它Linus Windows MacOS都可以支援 那 後續的話 比較說像一些計畫 就是像那個什麼 小麥 小麥注音 後續 另外的 另外的 那個 獨立的專案 不過都有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2005年 2006年 就是 酷音輸入法被移植到很多平台去 那現在到底被多少平台移植 我們來欣賞一下 這是一個 血淚的故事 好 這個是我的認知 如果你有告訴我 錯誤的請告訴我 就是 好 就是那個 最少是SCN 然後JNCC 你問我說這個project去哪裡 這個project網頁整個消失了 抱歉 然後再來是那個 生養提出來架構 出現NF 被丟掉了 好 那另外就是說那個 舒澤開發的架構 那有一度被採用 那現在比較新的話架構是那個 iBus 那不過iBus跟SCN都還有 就SCN還是有一票人在使用 然後像那個 剛才講那個 Mac OS X 那最 比方說那個 謝尤高跟谷尬的版本 好 後續很多人在改 然後會剛才講那個 Stone Micro的那個 Desktop OpenManina 然後有獨立的Windows的程式 好 所以如果有 各位有接觸到酷音應該是從這邊看到的 然後再來是像UIM 那基本上它是那個 日本人開發的企劃 但是它可以用來很多語文 那 UCINF 那是很酷的東西 就是那個 就是 呃 欸 U UC INF 應該是這樣 應該還在吧 看一下 欸 啊不對不對 它不在這裡 可是我很懷疑Google會不會搜尋得到 反正總之它也就是另外一套中端機的那個 輸入法系統 然後它支援Unical 然後後來就說 原本SCIN的那個開發者 他在大概是 那個幾年呢 應該是在 97年吧 97年去當兵之後 96年 96年還是97年去當兵之後 那開發就變停滯了 那後來SCIN就是由那個謝東漢前輩去 去開發 那有一段時間停滯出 那接著就是原本那個劉德華前輩 就是 他是新竹的劉德華 不是那個四大天王的劉德華 然後他就繼續開發一個項目 叫GCIN 那顧名師就是把SCIN用GTK重寫 那在去年 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那我想可能在座一些人知道他的八卦 那總之就是說 你也知道嗎 就是在這邊 在這邊台灣最大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多意見 好 那總之就是有另外一票人 就搞一個叫XINE 不是 我想說 S 好 就是那個HINE HINE 因為HINE是一個很奇怪的字 就是那是日文的意思 日文那個 那個 你也知道 什麼G嗎 莫不其妙看不懂 好 然後就是那個 後來那個大陸 這個東西很酷 這叫小企鵝輸入法 我有見過他的開發者 小企鵝 就是非常酷 好 那他是 他是大陸開發一個架構 而且網頁有點慢 好 回顧看一下 那之前那個UCINF 就是在UNIS系統 然後弄出一個UNICORE的那個終端機 很酷 他有支援輸入法 他只有OPENMANIA架構 甚至也有QIN也有支援 好 那 欸好慢喔 看一下 好 那另外一個是小器的輸入法 小器的輸入法 他最早 他是大陸朋友做的 然後 他全名叫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他在大陸很流行 那 我覺得華人專業真的是非常有趣 華人專業也會 OpenSource的項目也是蠻多的 但是有的理由蠻有趣的 像這個 那個 有人批評小器的輸入法代碼寫得很差 所以作者決定終止項目 但是呢 2008年9月的時候 原始作者又 又 又繼續維護了 因為他無法忘記 小器的輸入法 OK 好 最酷的是什麼 這個作者回來之後呢 工程改進非常多 其實基本上他的完整度已經直逼日本輸入法了 日本輸入法的完整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高到不可思議的境界 但是他已經逼近了 大概 日本輸入法的大概 大概 4乘5的工程都做出來了 好 4乘5 那你會問說我們到底做完多少 你看這個畫面知道我們完成多少了吧 一兩成吧 對 OK 好 那就是說 後來他也有支援那個FCITS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酷硬的策略 我在幹嘛 好 真的不用這個 而且 好 那就是說那個 那個 我們酷硬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支援那麼多平台 然後 心有餘力的想辦法去支援 因為我們形勢比較弱 我們沒有選擇平台的餘地 所以怎麼辦 就只好那個 唉 只好那個 就是尊重主流 那 那我們是基本上是提供一個韓式庫 然後你可以枯交它 然後去做上面做開發 就像剛才圖這樣子 OK 好 那介紹時間大概是這樣 那 我好像佔用太多時間了 那我想要這樣子進行 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請提出來 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酷硬書法可以怎麼去 違 變好 或者說他有什麼開發的機會 請告訴我這樣 好 沒有的話就繼續展示 好 如果你有問題請隨時打斷我 那後來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大眼同學 做一件很棒的東西 就是說 好 後面有人偷笑對不對 摳要趕快來寫完 好 他就說那個 就是因為 螢幕小鍵盤很糟糕嘛 而且這個年頭 大概都在講User Experience 好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想說 欸如果我可以直接寫住音符號 然後直接辨識出來 這很酷啊 對不對 對啊 這很酷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展示可以請那個 帶你同學 自己自己 自己主動一點 回去跟人家介紹一下 好 然後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個 還有更酷的 你覺得我們有小料理對不對 好 那個 好 忘記在哪裡 好 那另外一個 就是教導的同學 他以前在原字念書 他做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那個 呃 他做一個東西 雲端版的新酷音 好 我們來欣賞一下 好 那基本上就是說 他是 呃 把酷音書法用在雲端 你可以用雲端的方式去取得這些詞彙 然後去搜集 然後搜集完之後呢 你那個 嗯 你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好 但是我不確定是哪一份 欸 應該是這個吧 喔 103喔 對對對對對 謝謝謝謝 我覺得 Live code還是太累了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看 開放原始碼 創新應用大賽 基本上這是一個悲劇 就是 基本上你只要跟人家講 輸入法有創新 基本上這個題目啊 就 就over了啦 好 這是小弟我擔任一些評審之後的想法 因為 人家會說 書法什麼好開發 你有原創性嗎 0分 OK 不要懷疑啊 這種題目啊 說真的 連大學專題都沒有 老師都不讓你做啊 有原創性嗎 書法不是很多人在寫的嗎 你幫幫忙 好 那 好 這個書法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就是 以前的詞位是什麼 詞庫太久沒維護了 然後 酷音書法太久沒改版了 所以原本呢 他可能是一個斷詞 把那個詞位斷掉之後呢 他去找這些詞庫 然後找到之後他就去找齁 看你有沒有偏好的 然後沒有偏好的 然後沒有偏好的話就找系統的 但是就會造出一些詞啊 對不對 我們來欣賞一下齁 這個是 韓劇跟西洋劑一樣差近一點 不韓而立 對不對 韓劇跟西洋 西洋劑去稱 好 所以呢 他的做法就是說 那個在網路上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機制啊 先找個Cage 然後你可以解決一些詞彙問題啊 然後去修改齁 然後 就是有這個雲端架構 我不打算細講齁 因為你 找一些關係是可以找得到 好 那 甚至可以透過那個 Google的suggestion 或者YouTube的suggestion 你可以得到一些詞彙齁 尤其是那個 熱門詞彙嘛 比方說蜘蛛人啊 然後什麼 什麼 清風俠 還是風清俠 不知道 就是那個 反正不是林清俠就對了 反正就那些詞彙就對了 OK 好 那就加進去之後 你可以斷詞啊 像那個少女時代 因為他很喜歡少女時代 那韓文的那個名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很像 對不對 然後怎麼辦 就是你可以去解決 讓這些詞彙新增啊 所以原本呢 比方說金太妍 那你在酷硬打 金太妍是個悲劇啊 我們來欣賞一下 金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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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欸 差一個字對不對 但是金太妍不是金太妍嘛 怎麼辦 你以為錯一個字就 就是正確率66%嘛 屁啦 名字打錯就是打錯啦 對啊 這是最對人不尊重的事情 所以怎麼辦 去網路上查詞彙 查完之後 因為他也有斷這些詞 對不對 就是那個 這些詞彙都斷出來了 金太妍這個 那斷出來之後我們就去找 那找到之後呢 就可以用 所以你看到說他就可以去網路找資料 找到之後呢 他就可以快取起來 那 所以他還後來開發這種東西 就是 也可以去審 能夠審查 甚至有Web的UI OK 好 你可以用Web去調整 這都是一種應用啊 然後再來是 比賽之後想做的事 就不要看了 悲劇啊 好 OK 那個 那個 接著呢 有用那個 酷硬來做的研究的人 還蠻多的 有問題記得提出來 拜託謝謝 好 因為醫院你知道 有時候開發者有可能 之後一輩子就不開發了 好 那就是說 那個 像這個是那個 原製大學的 原製大學研究 那基本上這個 黃教授嘛 黃教授因為做了這篇論文 然後就去Google服務了 好 我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為什麼Google對這個 那麽有興趣呢 好 先找一下 城市原理 這麼多啊 唉 好 我直接跟大家講結論了 他從繞尾之後 提升了1% 1點多的那個 正確率 但是Google就喜歡那1點多 因為1點多是很驚人的 如果在台灣呢 改善效能沒有改善到20% 就被當垃圾對不對 太神奇了吧 然後做Compile Optimization Code Size 可以改善到50% 天啊都嚇死人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怎麼做研究嘛 那如果你跟他說 做出來研究沒有變快 那基本上被撕掉啦 不用投了 好 所以像這種東西做改善1% 這個是 一般單位是沒有興趣 但是對Google來講 是很重要的啊 你看 它可以提升1% 所以你可以 對它的影響是多大 因為它每天的click 那麼大量 那像這樣做研究的單位 其實還蠻多的 據我所知的話 也包含原製大學 然後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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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大學 中央大學 然後 聽說中山大學也有 然後中心大學也有做這樣的研究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一件事就是說 說 欸老師我想要跟你好好學習 可不可以把SOSCO放出來 好 那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有跟很多單位反應 那像這個項目的話 因為他參加的是open source的項目 然後他有提論文 我們就直接請他把SOSCO交出來 好 那再來是其他單位就是說 他們很忙碌啊 他們可能開發出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就沒有再開放出來 那其實蠻可惜的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地方就是說 嗯 好 阿記得問問問題啊 拜託 然後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要再做一件事啊 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一些教育部的資源 那弄個東西就是 讓一些有熱情的學生 去提教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我不打算細講 我去打 在上面有可以 一些進度報告 那就是一些熱血的小朋友 他就提教專案這樣 然後我就去盯他 比方說我們來欺賞一下他的進度 這也算是我學生了 他就是去開發 反正他就是進度報告 然後他就寫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跟他講什麼鬼 看一下 好 叫他寫 請認真寫吧 好 打錯字了 好 然後就是像這樣 可不可以提交配曲 好 所以我從頭到尾就跟他講這個 把配曲突出來 那 反正我們現在想要做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讓這些成果 單獨的成果 不管是學術研究的成果 或者說個人的改進 或者什麼的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把它匯集起來 那你有興趣可以訂閱這個list 那因為 正體中文 或者繁體中文 不管他兩個的集合 還是那個交集 都是全世界弱勢語文 真的請 請站在愛護我們資產的角度 然後來想一下 我們要不要來做這個項目 如果你學校的老師 學生 如果想要做出入法相關的題目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開發一系列的工具 那你會覺得好像做很多 那你會好奇說 日本到底做多好 你有興趣可以搜尋一個計畫 叫做什麼 MOGC 這個網路太慢 我想demo MOG 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資源度有差多少 就是 那個是可以production的東西 完全不同的東西 就是 完全是可以賣錢的東西 是那個完整度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其實距離很遠 我們就在寫出這樣的工具 比方說這個 你會覺得 好 資訊有點慢 來欣賞一下 對啊 每次看這個都有點感嘆對不對 你看 2010我們還在開發這種工具 編輯持庫的對不對 然後可以刪減的 那你會說 之前刪減不能做嗎 可以做 但是有問題 那現在刪減能不能做 可以做 還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弱勢語言 那你看像日本這個 他是Google全職工程師開發 還有非常多的貢獻者 嚇呆的 全部都Google的 好 然後 所以我們這個完整度其實還蠻低的 那 就是說 我現在真的沒有好的方法 我現在就只能夠 看他說只要有學術論文 只要有用到酷硬的東西 我就該說 老師可不可以把source code放出來 來造福大家 那再來是說 如果研究生 如果他要做專題 像我們那個大遠同學 然後我就想辦法去鼓勵他 我也沒辦法幫他寫程式碼 我只能幫他送page 好 然後 那或者說 像這樣的話 就是說想辦法去跟這些老師混手 像 像這位同學 他的老師是做自然語言研究的 好 可是很奇妙的是啊 自然語言的 研究學者很少在注意輸入法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欸老師 每天可以用的東西不改善 你去改善那用不到的東西幹嘛 我就說 你不懂啊 這就是做學術研究啊 好 但是我們回歸一件事啊 就是 回歸一件事就是 就是 回到這個出發點 那我還是希望說 過了12年 我有時候都不知道怎麼面對陳康本 陳康本 前輩跟我說啊 有空去Mountain View的時候去找他 我上次經過Google的時候 就很想去找他 但是我就覺得 過了12年啊 你知道開發者還是長這樣對不對 好 好 我當初問他說我可不可以接下來去開發 他說很好歡迎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面對他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我們開發的那個 開發的那個速率 對啊 你看 你看 8月改版 6月改版 5月改版 然後 5月 4月 3月都沒有改版 2月 然後你看 出現開發者 原本就是那幾位 然後非常的悲情 對不對 對啊 那就是真的 希望大家多多協助 多多協助這樣 欸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提出來 如果你要想辦法 對啊 對啊 很悲情對不對 好 真的是很沒有信息的Live coding 對不對 打到一半剛才出現一堆Bug 對不對 好 對啊 那時間也到了這樣 那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還是那個Lightning Talk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覺得可以幫幫忙的地方 不管你是學生老師 或者說一般的開發 就是有業餘的開發者 歡迎大家討論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